我们分析整理全球媒体的旅游资讯 欢迎收看今天的旅游箭报 我是兴风 南华早报报导 强吻中国女游客 马来西亚潜水教练被捕 马来西亚当地的一名潜水教练被捕 并且被指控在潜水时 猥亵一名中国女游客 该事件在社交媒体上迅速发酵 25岁的中国女游客 在马来西亚新本纳潜水时 遭一名潜水教练强吻以及性骚扰 教练上岸之后还多次以微信联系他 询问其酒店地址并且约他出去 女游客表示拒绝之后 教练仍然不断地向他发出骚扰信息 称希望能够与他单独约会 女游客感到十分害怕 而该名教练的教练资格 于2019年12月31日已经失效 马来西亚警方正在调查此案 已经申请延长扣留该名嫌犯至5月11日 沙巴州旅游文化部长敦促该州 所有的旅游业参与者承担责任 确保此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并且担心这一事件损害了该州的旅游业 他刚刚从疫情中恢复过来 另外南华早报报道 亚洲复苏遭遇障碍 中国游客回归缓慢 根据旅游专家称 由于出国旅游的中国游客减少 东南亚正在经历 从新冠危机中复苏乏力的过程 尽管中国已经开始重新开放边境 但是事实证明 国内旅游比国际旅游要更受欢迎 国际旅行正在拖累东南亚的航空业 旅游数据显示 在4月和5月 东南亚的国际航班运力 比2019年同期下降了22.3% 表明需求十分疲软 据估计 中国的出境游要到2024年初 才能够完全恢复 金融时报报道 高消费旅行者填补了航空公司的 头等舱和商务舱座位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 对奢华享受的需求 在疫情结束后迅速反弹 导致各大航空公司的 头等舱和商务舱预定激增 头等舱和商务舱的客运量恢复速度 要快于客运总量 澳洲航空今年早些时候就宣布 对其休息室投资1亿美元来翻新 汉沙航空正在对其长途客舱 进行大修 要增加一个新的商务舱座位 而阿提哈德航空则在上周 推出了一个新的商务舱套房 恒博社报道 波音首席执行官相信 737在中国的交付将会很快恢复 波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卡尔霍恩表示 该公司将会重新启动向中国出口 737 MAX喷气式飞机 因为自封锁结束以来 航空旅行激增 据报道卡尔霍恩称 虽然中国的航空恢复 要落后于其他国家 但是市场正在回归 这对波音来说是个好兆头 加拿大CBC报道 随着旅行需求高涨 加拿大的机场和航空公司誓言 今年夏天不会那么糟糕 随着旅行限制的继续放松 加拿大正准备迎接 夏季客运量的激增 加拿大的机场希望 能够避免重蹈去年夏天的覆辙 多伦多机场管理局 已经额外雇用了1万多名工人 为预期的夏季交通做好准备 机场管理局表示 今年预计70%的航班将会准时起飞 而2019年为75% 蒙特利尔机场预计在6月至8月期间 将会有600万乘客 与2019年接待量几乎一样 但预计会有高峰等待时间 BBC则报道 博明汉机场再次因为延误而排名最差 英国博明汉机场连续第二年 被评为英国履行延误最严重的机场 民航局对数据分析发现 去年机场的起飞比等平均时间 比计划的要晚30分钟 紧随其后的是英国的 谢菲尔德和曼特斯特机场 这两个机场的平均延误时间 为29分钟只是稍微好一点点 分析发现 5月和6月是延误最严重的月份 因为航空业在高需求 和人员短缺方面苦苦挣扎 CNN报道 尽管担心经济衰退 Airbnb仍然有创纪录的预定量 Airbnb报告 2023年第一季度收入增长 20%至18亿美元 超出华尔街预期 净收入为1.17亿美元 而去年同期为净亏损 该公司报告称 本季度平台上的客房和体验预定量 达到创纪录的1.2亿 这得益于亚太市场的持续复苏 以及客人提前预定旅行 但是Airbnb也同时警告称 第二季度的预定量和平均每日房价的增长 将会下降 因为需求趋势的变化 促使远离城市的长期租赁住宿减少 这令其股价下跌9% Airbnb将会继续专注于控制成本 以维持核心利润率 而说到预定酒店 英国每日电讯报道 为什么你在酒店睡不好呢 根据睡眠协会最近的一项调查 人们在酒店住宿 往往比在家里要睡得更少 睡眠质量也更差 这种现象被称为酒店睡眠 这与旅行者的睡眠 受到旅行相关因素的干扰有关 比如说时差和缺乏熟悉感 我们的大脑会建立 对我们习惯的条件的记忆 当我们改变睡觉的地方时 我们经常会遇到要调整的问题 因为潜意识里 熟悉度在睡眠质量方面很重要 因此尽管科学研究和技术进步 人们发明了枕头喷雾 和加重毯子等创新方法 但是旅行时的行为转变 以及潜意识的原始特征 仍然在酒店睡眠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更多全球最新资讯 可以关注六度简报网站 网址是6度brief.com 在上面大家可以订阅 各类符合您喜好的简报新闻 供大家选择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 感谢您的观看